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女生相处就是为了调情 欲获着释放身体内的某种能量 总而言之 她是一位大男子主义极强的懒人 她总是将女人物质化 任何用金钱就会符合着时尚的所有女性 甚至在公司研发会上她所研究的东西 也几乎都是带有女性匈奴色彩的科技 和女下属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时故时还要面对敏安的调戏 可只要她遇到最好友的性感秘书后 她才发现原来有个性的女人是这么迷人 她没有拜祷在自己的魅力之下 更没有全面在自己的金钱之中 原先以为自己可以享受一次 霸道总裁追求丑小家的桥段 可谁知她在回家的路上 却撞到电线杆 而之所以撞到电线杆 还是因为... 咳咳咳 打住 而这一次撞机不是简单的昏厥 她没想到自己竟然穿越到了另外一个平行世界 这些裤杂子 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好友的围巾竟然变成了老大妈的花围巾 在准备起门的时候 好友还亲了自己的脸颊 和家里的衣服 她发现竟然都变了一个样 没有沉着稳重的西装 而都是一些花质招展的性感衣服 毫不容易找到了一套休闲的运动服装 可是却被前台的小哥哥说 你这衣服太透明了 这可不好哟 但谁知原先是自己的老板的女秘书 露金却变成了老板 而自己的老板则成了秘书 她看着米安紧致性感的透明T恤 内心深入的荷尔蒙 真的悄悄的爆发 从来都是自主动 如今却被女生砍油 米安感觉异常的愤怒 去他妈了 所以在她对女老板动出之后 她得到的结果就是被吵了 心情烦闷的她只能去酒吧消遣 可谁知这里的酒吧也都是女性 她终于看清了这个世界的变化 女性走在路上 可以对男人吹口哨的调戏 不过牌上的Q比K还要大 结婚的时候 新郎要穿婚纱 和新娘则穿起西装 家里的老妈干几个状活 老爸则是一点腼腆的采访收银 电视上也到处都是争取男权的报道 Oh my god 这一定是在做梦 所以米安赶紧跑到之前的那根电线杆 想要壮醒自己 可是却根本没有效果 如今却勉强地在这个颠倒的世界苟活 可很快 她就遇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原因是生物生理研究构造学 通俗一统就是酒吧乱精 她在酒吧中被一位女性也不断勾搭 可原先以为能够顺理成章地享受天伦之乐 可谁知自己胸前的那串毛 让对方感觉恶心 这个世界来年都要剃光自己所有的毛毛 于是为了迎合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 米安进行了痛苦的全身剃毛之路 最重要的是想要引起女性的注意 只要穿上性感的超短裤 就能回头绿爆炸 坐姿也要小鸟一人不能双腿开叉 而前前错过的那一场欢愉 就让米安无比期待 可谁知这过程就让她痛苦难堪 对方犹如野兽一样不把她当人对待 她拿到某种境界之后 更是不再打理米安 而自顾自地睡着了 这个世界处于一种完全颠倒的状态 可唯独一种情况依然保存原样 那就是生孩子依然是女性受罪 所以在女权市场的世界中 很多女性都不愿意生孩子 而有了孩子之后 一般都是男性在家看娃 女性则出门赚钱打工 就连自己的好几友也一样如此 成了这个家的钱内住 而如今她老婆招餐 公司那边就要她进行请假 而她如今的职位是秘书 老板则成了米安先前调戏的性感秘书艾丽 得知这个情况后 米安决定代替好友去公司 担任秘书的职位 而她的出现也确实让安丽 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但是为了得到先前没有得到的爱 米安决定恢复自己在原先世界的性格 绝对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交楼作作 可是她不知道的是 在这个世界的艾丽 出版如何她在原先世界的模样 几乎相同 她越来无数风流成性 只要征服一个男人 就会在玻璃瓶内放一个珠子 她很难理解自己怎么会遇到米安这种奇葩 因为她整天都说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 她的世界男性才是主导 而这句话却恰恰给了艾丽的灵感 她已经很久没有创作了 所以为了得到米安最终的那个世界 她开始对米安进行了勾搭 一系列凋涵的手法展现了淋漓精致 没过多久 米安起初的想法就被彻底的颠倒 她被倒在艾丽的息骨之下 两人竟然摩擦出了不应该出现的火花 而米安也渐渐忘却了 自己还处于在另一个平行世界中 她开始慢慢的适应了这个世界的规则 她开始会主动打扮自己 开始会进行撒娇 啊 你个小乖乖 啊 你个小蓝蓝 可是入戏太深 当被叫醒之后的感觉 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那种痛啊 她发现艾丽竟然已经结婚了 孩子都有了 玻璃瓶的珠子蜜蜜也被发现了 她真的爱上了艾丽 可是却享受到了欺骗 她终于感受到在原先世界 那些被她欺骗的女孩的感受 以及她在原先世界的性别歧视和羞怒 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扭曲思想 还是因为她的童年 小说扮演白雪公祖 结果却被很多女孩给嘲笑了 隐隐就这样形成而终身不散 她在酒吧中喝着闷酒 后悔以前的行为 也开始强解艾丽那迷人的模样 可是她却欺骗了自己 但是这艾丽早也爱上了米安 她想要解释 虽然这个解释不一定有什么作用 但是她确实是真的爱上了米安 可内心的愤怒出示两人大打出手 混乱中 额头被碰 没想到艾丽竟然穿越到了蓝拳的世界 街上到处都是争取女权的女性 广告又一次变成了女性代言 性感妩媚 成了她的招牌 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中 艾丽 到底能不能生活下去呢 片名 蓝人要自爱 其实很多时候你无法理解的事情 你是亲身体验一下 或许就能理解了 你不明白为什么露情女生那么误斥 可女生也不明白为什么露情男生那么划心 社会弱势群体终归来说 就是没有主权 亦或者你可以理解为他们没有资本 可是哪怕有资本在这个世界 依然还是有不公平的存在 女性就算拥有再多金钱 可是一旦出轨 那承受的骂名 可以让她晚节不保 可一旦男生出轨 所承受的骂名 无非不就是渣男二字 也或者不负责任罢了 仅此而已 双方想要再婚 男女之间谁更容易 可想而知 可任何情况都有奇特例的时候 那些你无法理解的事情 多去换个角度思考 男女之间本应该 就是公平起见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